2016年机场跑到西侧,处于损毁状态的中叶岛,2018年12月14日,菲律宾船上的挖掘机,正在建设沙滴时,从中国农民新年,南海局势并未随着节日而缓和, 反而出现了多个新变化。近日,中国在南沙有树胶,建设海山救援中心,菲律宾总统说发言人帕内罗表达感恩,在遭到非国内压力后予以澄清。 2月4日,菲方常罗伦扎纳Delf in Law in Lineup,在出席国防学院论坛时声称,菲律宾正在扩建中叶岛在内的多个南海岛礁,希望其他国家尊重菲律宾的主权,并以文明方式行事。 尽管中菲关系在过去近三年内取得积极进展,但菲方长的表态,激化了横跟在两国之间的南海主权争端。 因为中菲目前正在一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,和联合科学考察等形式深入合作,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双方的主权分歧。 菲律在中叶岛的前海造岛,不仅损害了正在改善的中菲关系,也会给2019年的南海局势带来性变化。 中叶岛西北部出现的3.2万平米的沙礁2月6日,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微信图,跟踪了菲律宾在非法长战的南沙中叶岛上的建设进展,以及中国的应对政策。 CSIS称,菲方长在今年初曾公开表示,在中叶岛建造一个新的沙堤,工程预计在2019年第一季度完工。 此外,菲律还将修复岛上破旧的跑道,形建海水淡化设施,污水处理系统,太阳能发电机,灯塔,渔业存储设施,和更加坚固的营房。 菲方长洛伦扎那声称,中叶岛上一百余人生活的卡拉岩市,是个独特的小型城镇,对岛上,处设、建设、性改善是必要的,这将提高岛上的生活水平和安全程度。 中叶岛是菲律宾非法抢占九个南海岛交中最大的一个,岛上是有小型军事基地,和一条建议机场跑道。 这条城东西走向,长约一千三百米的跑道,曾被海水冲垮,2016年卫星图显示跑的西侧崩毁严重,跑的缩短近七十米。 随后,菲律宾开始对中叶岛跑道的修复进程,沙滴建设原定于去年底完工,菲军计划使用新建的沙滴向岛上运送建筑设备和材料,为下一步建设奠定基础。 菲军曾在去年5月,短暂尝试修复被冲垮的跑道,但截至目前沙滴建设接近完工,菲军却停止了跑道的修复工作,而是在中叶岛西北部,开始新的填海造岛。 2018年12月13日和14日的卫星图像现实,一艘舶船上的多连挖掘机和推土机,正在将沙滴堆积至中叶岛西侧海岸,建造沙滴能够输具航道,容许更多船只参与建设和物资运送。 由于缺乏类似中国的大型瓦泥船和脚溪船,菲军并采取挖掘机上船的方式且海。 中国渔船和818型海警船然而,今年1月11日和26日的最新图像写是,菲军并在中叶岛建设比简单的修建沙滴更加雄心勃勃,菲军并没有将沙滴定义为码头,而是将其扩建成为新的岛礁。 一个多月内,中叶岛西北部已经出现了一个面积接近3万2千平米的沙胶,一些简易人工建设,已经安装在沙胶之上。 这些行动正是安徽防掌关于中叶岛建造渔业设施,海水大化场,太阳能发电占领言论。 菲军公开进行填海造岛的行动,引起了中国的迟速反应。 卫星图显示,中国在位于中叶岛西南十二海里的主壁胶,集结了大量船只,其中包括多艘中国海军护卫舰,818型海警船,外星护4054A护卫舰,排水量超过3000多和数十艘长度在30至70米之间的大小于船。 去年7月以来,中国只有少数船只,往来与主壁胶和中叶岛之间,随着菲律宾开始杀低的施工作业,中国船只数量,在12月3日,增加到至少24艘,这一数量在12月20日,达到顶峰95艘,在今年1月底降至42艘。 上图为中叶岛附近的053H-1G护卫舰,下图为中国西沙岛交位星图显示,中国渔船停泊在中叶岛以及2至5海里之间,而中国海军和海警船,则停靠在在稍远一些地方。 美制或将这种部署称为中国的卷心菜战略,该战略采用渔船,只把船只和海军舰挺层层部署的方式,多次应用在南海海域。 CSIIS称,当2017年8月,菲律宾打算游所,行动时,一支类似的中国船队,就包围了中叶岛。 中国渔船在行动时,大多刮毙了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,AIS,被防长去年11月曾表示,中国大使曾断促飞军取消中叶岛升级计划,中国的准军式行动,显然是先礼后兵。 2018年12月20日的图像中,可以看到一艘中国海军053H-1G护卫舰,和一艘818型海警船。 与此同时,菲律宾海军旗舰之一出现在中叶岛东南部,距离中国护卫舰约7海里。 这艘船是美国移交给菲律宾的三艘汉密尔的集巡防舰之一,其余两艘石楼舰一艘正在访问美国,另一艘在去年8月,搁浅于半月交后,被拖回苏比克娃进行维修。 越南和菲律宾的南海行为艺术,今年1月11日,一艘中国海军056H-1G和一艘718B型海警船现身中叶岛,到1月26日,仅剩一艘718B型海警船,仍在存在于中叶岛附近。 飞海军旗舰,则始终驻扎在中叶岛,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行动降级,而是说明中国在最初的施压警告无效后,转为持续威慎模式。 除了中叶岛,菲律宾还对其他飞把支站的南海岛礁进行建设,去年5月,卫星图显示,飞军在司令交赫山黄沙州建设新的营房,在马环岛电设直升机秦基平。 当时,菲政府还宣布,计划在南沙群岛建造5座灯塔,目前已有一座进入施工状态。 双黄沙州的营房完工后,菲军专门在屋顶用油漆涂上了菲律别国旗。 多年来,越被南沙群岛抢占的岛礁建筑上涂上国旗,中国西沙群岛上,也出现了巨幅国旗,和祖国万岁汉字。 一平均需要补充的是,虽然目前菲律宾在中涅岛的填海造岛面积仅为八英雾,去越南的十五分之一,是中国的四百分之一分之一。 待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磋商,南海行为准则的关键一年,菲律宾执意在中涅岛进行建设破坏了各方的谈判基础。 不破坏现状,是此前各方的谈判共识,而菲军行动,或将开启各国新一轮南海建设的序幕。 在南海岛交建设上,菲律宾事实力最弱的一个,开了坏头的菲律宾,最终可能得不偿失。 另外,独特尔特任期已经进入下半场,菲律宾将不可避免地采取平衡中美的策略。 作为挺美力量的菲律宾军方,是否会在这一背景下搞事情,值得中国密切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